我們一起來就喊口號 去看七天叫 去看七天叫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 待會可能大家耳朵會有點吃力一下 那個 為什麼要這麼 為什麼要這麼大聲 是因為為了要讓上面衛環委員會知道 你要讓民進黨知道說 今天大家所做的動作 他跟過去的張靜忠 用了三十秒的時間通過福茂 給衛環委員會出聲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起來就喊口號 去看七天叫 去看七天叫 會回了委員會 去看七天叫 去看七天叫 會回委員會 會回委員會 民進黨應在 民進黨應在 工人絕食 應在調教 應在調教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現在工作的成員 老公管理代表 已經絕食了 邁進一百一十三個小時 今天從十一月四號 到今天十一月九號 已經絕食了第五天 一百一十三個小時 而昨天 劉潔明成員 因為家庭已經健康因素 也因為民進黨不斷的拖延 實質的不願意把 砍加 送回 所以使得 他們必須要退出決事 我們今天很明顯看到的是什麼 過去 在十月五號的時候 蔡英文親自排卵定案 直接從民進黨中央 或整個中華民國中央 界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先生來砍掉 之後民進黨 上行下下 風行草原 十月華為王委會 過去所謂為王委會 為了通過古墓的民主支持 又再次的重現了 而這一次的影響範圍 遠遠超過國務貿易協力的影響範圍 是所有全台灣的勞動結局 包括青年打工組 他們必須要為了蔡英文的一句話 而付出成功的代價 七天下 這七天 在中華民國的勞進法裡面 一直都存在著 是民進黨故意的 要跟大家講說 它不存在 今天 縮減工時 從今年開始 四十公時應該的多修二次 也應該給勞工 但是沒有認為的道理 要以坎下七天為前提 而今天民進黨 各樣的應戰的態度 是他呈現的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 民進黨知道我們理會 因為他無法面對全台灣的勞動結局 也無法面對過去 應許他們更好的台灣的青年 這些青年勞動者 他面臨的狀況是 他不可能所謂工作環六日 或甚至工作環五日 來享受所謂的一例一休 他不可能因為一例一休的關係 而取得更多的加班費 但是 他所面對到的是什麼 國立家一七天一旦困掉 原來 七月二號 三月二十九號 九月二十八號 十月二十五號 十月三十一號 十月二十五號 十月三十一號 十月二十五號 這些天 假使七年打工族 上班的話 打工的話 張天欣之一 已經加費給付 這些七年 完全沒有享受到 民營黨給予了任何的恩惠 反而馬上面臨到的是 最減薪的風險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今天民營黨 如果 他還在那邊民主進步的 請問他的民主在哪裡 他的進步在哪裡 他今天 怎麼去面對 他來選前的承諾 包括 在今年年初一月四號 公共團體 跟蔡英文見面的時候 蔡英文明確提到 只要任何一位勞工 他的權益 因此受到反派 絕對不會有喘家通過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難道今天民營黨 趕過去 進選之前的承諾 幫助替花嗎 難道今天民營啊 他投給自己的民主的進步 解釀法 在最後一場 只是一場騙局而已嗎 所以我們真的要問 假使在民主的調查來講 假使民營黨 他有所謂的程序 正義程序民主 我們真的要問 你怎麼要去跟鄧慶忠不一樣 你的運營 難道你的民主進步 相信國民黨 只進步了三十秒嗎 我們要問的是 當天萬華委員會 十六號的現場 許許許多多的委員會 當天萬華委員會 對於財民中下判斷 是有意義的 對於這個案子 是有意義的 但是問題是 張下全軍 謊若慧婚 如此迫害程序正義 如此迫害程序民主 請問民主進步黨 他會游戀 還是會民主進步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求很簡單 超越光潔的時候 我們請民主黨真的擦亮眼睛 我們也請十代列列 國民黨黨團 新民黨黨團 站在操縱這一邊 來讓這個參加 退回恩委員會 那麼好不好 好 退回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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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砍七天下 去砍七天下 退回恩委員會 退回恩委員會 去砍七天下 去砍七天下 我們同時已經跟大家報告 林林長 他一砍下的自委推廠 又提出了另外一個桌子 這個桌子就是說 未來他會修法 改進所謂的特休假 可是我必須跟民進黨講 今天 大家都是明年人 不要再講到通話 不要拿根本拿不到東西來騙人家 跟三個小孩一樣 民進黨過去自在攻勞國會 現在也在指揚勞國部 我們現在要請問他 請問基層 私營不合約束 什麼樣有可能輸到特休假 我們也要問全台灣的勞動階級 請問大家有需要特休嗎 在要求特休過程當中 是屢次的遇到脂肪的打壓 遇到部門主管的施壓 當你送過去 你已經跨過非常非常多門看 你提出遊戲好快就送得過去 但今天的主管 他就做過各個理由 產線人力不足 上班人力無法這樣做的原因 然後讓你無法修特休 而今天特休假 到了年底假死沒修掉 跟大家報告 依照勞工部的解釋 任何都送給公司的 因為是你自己有價得休 但你自己不休 有價不休請問是勞工便宜的 現在是七天要來的明確 要來的修得到 民進黨他完全知道這件事情 就算他過去不知道 在屢次的地方的質疑 抗議囊堂 我們跟郭柏文 跟郭柏鈺 甚至民進黨各樣高婉 高藝人高藤立法委員 我們都不斷提出了 特休假 如果今天民進黨 要拿那種苦風雷雲似的 本來做的修不到的東西 牽扯上挪窩 來壞佛林家的七天 本來接勞者就我的權益 以及所有華方本來做的經驗下 來做更的修不到的代表下 我們這邊要問 民進黨是要騙什麼 民進黨不只在城區上面 做不到所謂的城區的正義 在堅持立場 在勞工對在勞工上面 他很明確是偏向之方的 民進黨為什麼選擎學後 再度匹辯 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資方講了 七天價 應天叫做九十億元 勞工成本九十億元 七天價叫六百三十億元 聽起來很多當車友問 兩千年以來台灣清支停滯 台灣東時無法下降 這個六百三十億元 這難度是毛工的 資方拼什麼要把它拿回去 但是民進黨 非常讓我們遺憾的是 民進黨竟然站在資方的內側 站在勞工的對立面 如果我們的程序 無法符合這個正義 如果支持勞工群眾 你是要進行出外 我不知道我們還可以期待民主進步的 什麼東西 最簡單的要求 你必好 立即桌回委員會 現在從此方面 其實� ties不及會 這清楚了 當天十億華 霍華版委會 全程都有記錄 媒體都有轉播 那個也看到 城平市如何花了一分鐘的時間 在非常當時 充滿地義的霍華版委 當面 強行的通過 才加恩的出勝 所以我們今天要求 明朗應該立即把這個牢基法 受贈案撤毀我安委會 我們現在看看 撤毀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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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干全職 一干全職 公然全職 一干全職 一干全職 公然絕食 公然絕食 好齁 各位媒體朋友齁 各位絕食的 各位夥伴齁 大家很辛苦 我們今天來到群神樓前面 很簡單 10月5號 民進黨政府上演的 一分鐘闖關 的醜態 他們立刻的 自情 立刻的 認錯 如同當初 福茂應闖的時候一樣 國民黨黨團 以及張慶忠 最後出來公開道歉 國民黨都做到了 你們民進黨 新政府過大的國會 各位 你們做不做 跟大家報告齁 通過各位演員轉播 以及通過 很多人的錄影 當天10月5號的 魏華委員會的現場 非常多人都目睹齁 我們自己也有看過 當天的現場 完完全全 沒有進行任何的討論 我們只看到 一排民進黨的立委 一排民進黨的立委 在主席來前面 我們只看到陳寅 念著他的狗見 不斷的面白 不斷的面 警管現場 吵著一團 他詢問有沒有的意義 民進黨立委大臣喊 沒有 國民黨立委大臣喊 吵著一團 但是 作為主席的陳寅 黨立高莫雲 他作為中立主席的 更中立性 立可隨意的才智 沒有意義 就應闖通過 這個樣子的國會殿堂 是完全為了 資方的利益 背書 為了資方的利益 不惜一些應闖的國會 根本無法代表我們人民 所有探訪當地 錄影帶的人 都會很清楚知道 勞工900萬 的 重大的 7000國金家人權益 就這個樣子被施設掉 沒有任何人能夠接受 今天的問題 不是你們國會內部的 程序問題而已 今天的問題 是 你們究竟如何 審慎認真地來對待 全台灣900萬勞工的利益 全台灣900萬勞工 最基本 最卑微 本來就在法律裡面 已經擁有了 休假權利 如果你們今天可以 隨便這個樣子 讓著你們在國會裡面 人多 上演一出什麼 朝野大戰 有人發財主席台 有人就被硬闖的這種混亂巨馬 台灣的勞工 絕對不會接受你們這樣的人 能夠再繼續代表我們 在這個號稱所謂的立法的機關裡面 第二點我們必須要再重申 目前執政黨放出的消息 聲稱他們願意交開公庭會 但是 這個公庭會的交開 他們不願意退回委員會來交開 跟大家報告 我們跟國會助理確認過了 過去的經驗裡面 從來沒有公庭會 是在院會的階段交開的 都是在委員會階段交開 剛剛講到的福茂 持久長空定位 是八個 八個委員會的聯席 才交開的 不會是在院會才交開 為什麼 因為委員會具有所謂的 專業檢查的職能 能夠逐條檢查 逐條辯論 引進相關的人進行答詢 這絕對不是 全部的立委 齊居一堂的院會 所能夠替代的功能 我們看得很清楚 他們現在真正的公庭會 虛晃一招 只要所謂的 補足程序 做一個好像他們也要溝通的樣子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公庭會 以砍價為前提的公庭會 你們是在欺騙我們勞工 你們是在 統騙我們這些 已經絕食超過一百個小時 的絕食代表 我們來到這邊 不是要看你們補足程序的 不是要看你們 再繼續假裝你們願意溝通的 你們如果真的希望 保護勞工的權益 你們真的還想要捍衛一點 國會的尊嚴 你們應該會做的是 把案子 如同主帽一樣 退回委員會 不但是基於當天明明有人意義 而且也是因為基於當天根本沒有實質的討論 你們應該要退回委員會 退回委員會以後 引進社會 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的人 勞工 青年 各種各樣的身份的代表 進來討論 學者專家 進行聽證 鑒定 我們都非常樂意喔 但絕對不是現在這種情況 所以如果國會還有一點點的 休止心 還有一點點的 自認為他們想要代表人民的 這一種地方 我們堅決的要求 今天這樣的一個公平會 今天這個樣子的一種做法 今天鑒定 一定要把案子送回委員會 然後 進行 再來聽證 再來公聽 達到我們拒砍七天下的目標 我們一起喊 拒砍七天下 退回委員會 拒砍七天下 拒砍七天下 退回委員會 退回委員會 拒砍七天下 拒砍七天下 退回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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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報告 國會尊嚴是如何被踐踏的 在一片吵戰當中 民進黨 當主席在詢問 是否有意義的時候 民進黨以人數 想要壓抑掉 現場明明的意義聲音 而民進黨的委員是誰 第一跟大報告 劉建國 林淑芬 楊耀 陳寅 黃秀芳 陳曼麗 吳坤玉 林靜宜 吳玉琴 總統趙 這十名民進黨委員 他今天花了一分鐘的時間 如果會還委員會 他應該的逐條審議 他應該的專業審查 他應該照蔡英文所講的 把所有台灣勞動階層 所面臨到的雇用處境 全部盤點過一次 才應該下決定 但是我們請問大家 是殖民民進黨委員 在萬華委員會 有做出這樣的事情嗎 很明顯的是沒有 今天挑戰光碟 後來可能民進黨的真意點說 現場他沒有聽到嗎 國民黨的聲音太小了 時代力量聲音太小了 所以他沒有聽到意義 跟大家報告 這種真實 真是無謠 無恥 以及可笑 如果會還委員會 他清楚的站在 他為了人民法官 站在所有勞動階層的利益上面的話 他本來做的態度 就不是這個樣子 就不是通過亂七八糟的程序 一分鐘的程序 強行的砍下 所以這邊喔 我喊民進黨委員的民事 現場請大家喊 民主支持好不好 劉建國 民主支持 民主支持 楊耀 民主支持 陳寅 民主支持 黃秀赫 民主支持 陳曼毅 民主支持 吳孟毅 民主支持 吳孟毅 林靜宜 民主支持 吳孟毅 民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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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要講 拿走所有人民的憤怒 对于国民党的憤怒 来作为他大选上面的跳板 在这些选上之后 他所谓的民主呢 他所谓的点亮台湾在哪里 他所谓的给予台湾一个新的希望在哪里 我们从坎夏季天爱 就一个非常清楚可以看到的 民主不过是民党用来操作的手段 而今天所有的程序正义 就算人家花了一分钟时间通过 跟大家报道 我相信内场也有美女朋友在里面 可以去看看民党现在嘴脸是什么 当时国民党面对国民党 花了30秒时间进行道歉 退回委员会之后进行全盘的公听位 而建民党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人民 最后这次在喊一次 真正是殖民立委 你们这十位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出卖了台湾的劳工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知识 而民主既负责 如果要用这样的民主来创变社会 我们的绝食 我们的抗争 绝对听道理 我喊地位民旨 大家喊民主支持 那我们上ness有已经 不及时早时 market 不及时期以翻译 我们翻译 我们不及时期仓 我们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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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多百姓 總統的民主支持 裡面 衛環委員會的裡面 除了10名的民主禁錮黨的委員之外 還有4名的國民黨委員 以及一名的時代力量委員 他們分別是國民黨的 王玉銘 蔣萬安 李彥秀 陳怡銘 以及時代力量的同職 我們今天在外面 節食第五天 滿了113個小時 在這樣的天地下面的節食 是特別特別的痛苦 而我們希望的是 國民黨的委員 時代力量的委員 都站在一起 讓這個明顯違背程序民主 也同時踐踏所有臺灣勞工權益 跟砍加案 摧毀委員會 如果今天 國民黨的委員 時代力量的委員 真的正在勞工自己的第一的話 請這麼一群 摧破這個假的程序正義 假的民主 假的法制 應該要整個勞工正在一起 讓這個案子 摧毀委員會 所以我這邊要喊 國民黨即時代力量委員的名字 大家喊 摧毀委員會 和民民 貿易委員會 小華南 貿易委員會 李賞 佛 貿易委員會 川貿易民 貿易委員會 和徐陽 貿易委員會 既可進行者 既可進行者 貿易委員會 退回委員會 一罐砍架 一罐砍架 雇人決死 終然決死 一罐砍架 一罐砍架 雇人決死 好,我這邊是也請大家公會陳柏謙 好,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各位媒體朋友齁 各位我們現在 從之前決死到現在已經進入 113個小時的 目前的四位夥伴 大家辛苦了 今天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在群選樓的這個地方 很清楚的是 同一個時間 我們知道 在經過昨天 在打算協商之後 達成了一個 所謂的共識 這個共識 是說 今天早上 要看 10月5號 當天的這個光碟 來確認 到底 當天的議事錄 還有相關的程序 有沒有完備 所以 接著下來 下午 要再重新的召開 黨團協商 要決定 到底 目前砍七天假 這兩個勞心法的修正案 到底是出了委會沒有 能不能依照民進黨 總統 行政院長的要求 讓他進步二主跟三主 坦白說 黨團協商了一整天 做出了一個開業光碟 這樣的一個決議 看在所有台灣社會大眾 勞工團體 公民團體 還有媒體朋友的眼中 基本上 就是一個笑話 當天的委員會現場 非常多的媒體 都在現場 立法院的實況 也看得到 當天根本沒有進行任何的程序 召集委員 民進黨集了 陳寅 只用了一分鐘時間 宣讀完所有的內容 就全部 砍勞工七天假 影響 九百萬勞工 休假的權益 就這樣的一個案子 直接讓他出委員會 社會大眾的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們勞工團體實在沒有辦法理解 這麼明白 這麼清楚 這麼明確的事情 還要看驗什麼 還要看驗什麼 此後一分鐘 的時間就通過 這樣的一個程序 難道 不是不正義嗎 這樣的程序 難道不出發嗎 這樣的強行通過的狀態 難道不是黑箱嗎 結果 貌似 沒有辦法勞工 權益 這麼重大的一個議題 怎麼可能在公聽會 在行政院的案子 送進立法院 整個流程當中 沒有任何的公聽會 沒有任何聽證程序 沒有任何影響評估 什麼都沒有 然後開始抗爭 開始抗爭 現在我們聽到 民進黨政府說 好 你說我沒有公聽會 我做非常假的公聽會給你 一場 就只有一場 而且 這場國民會 的前提 就是 要為了把慶天家砍掉 請問一下 全世界 的國會殿堂 從台灣過去到現在 的立法程序 有比真更荒唐的嗎 我沒有說 很有可能 等一下 或者在今天下午 民進黨會發話 號稱 做了一個決議 他們決定要開公聽會了 甚至 民進黨還會 說 要開這一場 假的公聽會 是民進黨已經讓步了 很抱歉 老公團體不吃這一套 老公團體不吃這一套 只要自己砍架 作為前提的公聽會 我想請問大家 還有什麼好討論 如果再開這場公聽會 不是回到委員會 退回委員會 重新審查 我想請問大家 那這場公聽會 難道不就是為了 之後 強行在二屠 三屠 通過三屠勞工 七天下 這一個所謂的假動作嗎 這樣這個假動作 對老公團體而言 更重要的是 對 到今天為止 已經絕食 113個小時的功能而言 我們絕對不接受 絕對不接受 我們看到 今天 在此時此刻 我們的絕食工人 已經進入 113個小時了 但是 我跟各位夥伴報告 我跟媒體朋友報告 今天 新政院長林全 今天 蔡英文總統 的公開行程是什麼 是去參加 工業總會 發展的活動 是去跟工業總會 的大老闆 站在一起 總統親自過去 請政院長晚一點 也會親自過去 就在今天 就在此時時刻 這就是台灣現在 勞食的一個處境 這就是現在 台灣號稱 民主正式 號稱 民主國家 的一個現況 我們喊一下口號 去砍齊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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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反對假裝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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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一個方式 可以來理解 民主經過的 他要用這種 有應用這種 盡在 這麼出操 的公司 硬是要讓這個 解開通過 唯一一個不可以的理由 就是要跟職棒 站在一起 台灣的勞動者 如果 民進黨承認了他高中時 低公司的狀況 這七天下,本來勞搭所有的還給勞動,有錯嗎? 本來說過時的過勞,高高時的勞動者 多一些時間,陪伴家人,有錯嗎? 年輕的勞搭者,差不多在懷疑家一七天 去趕到上班,去賺取生活費 賺取多一點生活費,是有錯嗎? 我們真的走到這邊,我們想問著民進黨 我們到底錯在哪裡? 我們到底錯在哪裡? 逼死的你,與我們為敵 逼死的你,站在我們的對立面 跟著老闆來一直欺負我們 跟著節食,暖了113個小時 忍受著一下熱,一下冷的天氣 一下下雨的天氣,一下大太陽 人的身體上面的疲憊 忍受跟家庭,可能面臨絕劣的關係 我想問的是,民進黨 憑什麼同學生說要報復勞工 確定會發現勞工在這邊受難? 另外,我記得要邀請絕食代表許惟動 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跟各位記得很有報告喔 今天為什麼,我們正在坐在這裡的這幾個 要用絕食,這麼激烈的方式 來表達抗議 各位 各位 關於勞基法這支的修法 為什麼是如此的重要 從1984年開始 是勞基法立法成立的開始 到了2000年的時候 才終於有了8次工時 所以再來 到了今天 到了今年的時候 才終於變成了單週四十公時 每一次的工時調降 經過了15年的時間 我們要花上15年的時間 才有機會改善台灣人民的勞動條件 才有機會稍微降低台灣人民的工時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民進黨怎麼做 現在這個法案 不但沒有降低工時 反而其實是在增加台灣人工的工時 而且 它是一種欺騙人工時 今天 全時到現在 各位可以看到已經到了113個小時 各位覺得113個小時很久嗎 我想告訴各位喔 其實一年都不久 我們從去年 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打這檔仗 陳秀蘭還在當勞動部長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去那裡噴氣 我們還到朱立文的競選總部 我們還跟小英在競選前 他也跑去跟工商總的工商總的那些資方大佬密會 我們也跑去那裡喊口號 我們每一次的口號 每一次的分期 每一次的任何一次的抗爭 我們的口號只有一個 就是華國欺騙家 從來沒有變過 我們唯一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唯一看到的是 蔡英文民進黨政府 從還沒到選前 到選上 到現在完全執政 政策 政策一再的改變 一再的欺騙人民 各位 今天也許可以看到 我們絕世的 有三個人已經倒下了 但是 我要告訴各位 今天 民進黨政府很明顯 他用的策略 就是投言 他們說 我們可以不必要在今天 排入議程 但是 12月底前 通通都是通過這個法案的好時機 我告訴各位 我們工人永遠不怕交土戰 今天 有人倒下了 我們之後 還會有更多的工人 前過後進的補上來 我們就在這裡 看著你民進黨政府 到底要在你執政 我稱呼 還不到半年的時間 讓多少工人 在將來 Yum Moi 倒下 我們喊這一個口號 去開 opened店家 歹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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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提議講到 明英黨在2000年執政的時候 當時的一個做法 一天看到兩階段實施 在此明英黨說2000年先實施8公尺 現在才第二階段說只實施40公尺 一推突到了2016年 才正在實施了 而且這個實施非常方便是 也不是在明英黨手上實施的 我們並不知道說抗明她有多好 沒錯 讓他們跟大家講是 明明的過去 兩千年就已經採用了差點公尺 請問變成八公尺的時候有砍價嗎? 沒有 從一週四十八公尺變成平均下來一週四十二公尺 一週四十六小時的時候 那時候有砍價嗎? 那時候沒有砍價 今天不夠從平均一週四十二小時變成一週四十小時 下這兩小時公尺 額外說明天加淡罪就可以破砍價的理由嗎? 我們真的要問 我們大家都會笑數 而且我們才會算 兩千年剛講的1984年 早期法實施的四十八公尺 在兩千年剛好滿十六年 兩千年到2016年剛好又滿了十六年 這十六年之間 每十六年才有一次的公尺修減 而這一次十六年的公尺修減 民主黨就沒有砍價還會 真的 大家不去算算看 這到底是對勞工的恩惠 還是對勞工的打壓 每一年 如果你去看看韓國的高通史 韓國的高通史 在1997年98年 亞洲金融海照的時候 距離2500小時以上 不斷不斷的下降下降下降 隨著正常的經濟發展 公尺就會在不斷的縮點 而當公尺縮點的時候 也會在了勞工前期的實質工資的提升 各國 只有台灣 一直維持著低公尺但高公尺的狀況 這上次一件事情是 所有的實際公尺 完全沒有下降的跡下 所有的經濟發展 對台灣的公尺來講 全是公尺的東西 這個 就是當時馬鈴鐺執政 所有的經濟成長 人民無創 而民進展走到現在 他要旅行同樣的勞務嗎 他要16年來 效益式的公尺生案 變成這樣打壓過年的工具嗎 所以我們這麼要講 我們要勸造民進展 從非常清楚的政治分析 你已經看到了 你今天把這630億元 等他報告 那個不是一家老闆 那是全台灣老闆 資方應該負擔的勞工 這是台灣勞工應有的勞工條件 你把630億元 本來屬於勞工的 不給資方 跟你講 現在資的資方票票 但是我們真的請他 假使只有任何資的家 全台灣資方630億元 把付付出來 這大報告 台灣的平均負擬人數 叫做六個人 六個人一年七天 一天下一千塊錢 也就是七天下 一年七千塊錢 六個負擬人數 大概可以算是多少錢 四萬兩千塊錢 全台灣的哪一個資本家 他付付起平均下來 付付起一年四萬二 跟勞工整整 請他走路 你民主自立的 是要給資方小利 送給資方小利 還不宣布的利益嗎 可恥到的激烈 而且要跟他勸告 你把這個四萬兩千塊 平均平均的資方要負擔的東西 還給勞工 資方保持這樣 他可以怎麼樣 他就在台灣 在過去的各黨政治當中 他有太多這些套利的東西 他就要跟大家報告 跟民主進步的報告 你如果把七天下 從台灣拿走分拿走 你還要執政八年 你如何執政得下去 你如何面對從台灣達到階級 你如何面對過去人十六年 公司公司沒有縮減 公司沒有提升 這樣的處境 你把小利 對於資方的小利 送給他們 反對工人工時 如果重要的事情 壓在腳底下 這就是你民主進步黨 主張的價值嗎 這就是你不許 破壞你驕傲的情緒民主 想達到結果啊 所以我們做給它很簡單 袁政府長 現在還有反華的餘地 把這個不有爭議的政治 現在 廠價七天外 寸回文會裡面 進行實質的審議 也讓蔡英文總統的承諾可以履行 去盤檢所有全台灣外 所有勞動階層的勞動處境 而且必須能拿到報告 才能拿到 並不是一個便冒 剛剛已經講的 全職工作者是一場典型 全職工作者裡面 又有服務類型的廠商 中產類型的廠商 不論公司工作者 以青年為代表 而不論公司工作者 通常所在乎到 還不只青年 還有可能必須要照顧家庭 因為長到事業缺乏 必須要照顧家庭 還要天台打工的中原婦女 是他兼具的青年婦女 甚至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在這一段 這一個月以來 台灣的原住民的青年陣線 已經講出來了 青年運動採價今天案 原住民族會因此損失多少的勞動利益 這些東西 青年 原住民 婦女 我想問這些票是在哪裡 但過去都覺得 明明都覺得這些是他的票房 那我問你今天如何來面對青年 你如何面對這些富民 你如何來面對這些原住民的朋友 你如何來面對這些底層的勞動者 你如何來面對 不管白領也好 藍領也好 因為今天也打架案 他可能沒有辦法直接休息了 他可能因此親自說得了 拜託拜託去幹掉其他國家 有人在桌點公司在幹 臺灣走到這個樣子 臺灣走到這個樣子 民主黨再要執政八年 我才會跟他組合執政 臺灣老公到底可以信任他多少 過去的信任多少 在進行攻擊 民主黨真的要這樣子 把這些我們的權益 就這樣賤賣給資本嗎 我這邊喊 我這邊喊 批よね 既人結婚 民主黨抒使 民進黨無恥 我們還要跟大家清楚的表達 今天裡面民進黨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很多人是號稱所謂的 進步立委、社運立委 進入到我們的國會殿堂裡面 在這一次10月5號應闖協助提案停止殺軍 不再討論的立委陳曼利 他過去是矚步聯盟出身 而且他還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從創會以來連續五任的理事跟監事 十二華當天一分鐘闖關的新聞通過社會集體華攔 大家說什麼服務的事情在你們這些進步立委上面重演 我們看到剛剛提到的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第一時間就發布了聲明 聲明的內容是什麼 要求這樣重大生意的法案 絕對要進行專業審查 因此對於立法院一分鐘強行闖關 不再表達強烈譴責 而且同時強烈要求 這個議案要回到委員會 他們提出很清楚的 委員會重審的呼籲 我們的立委傳案例 現在裡面才會傳案例 你對於 賦予你所謂進步行下 所謂公民時代代表的這些公民團體 你還在乎嗎 你當了五屆 公民監督國外聯盟的理事還監事 你今天上位了 當立委了 你是不是就把你公民社會的團體的代表 你過去所謂的夥伴 套在而後 只因為 賞益高於民意 甚至只因為 資格大於民意 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要的是這樣的 打著進步 其實是假進步 打著社會 其實是假政的立委 在裡面繼續代表我們嗎 除了團團力 我們還要再點名 中綁到 這一個 號稱是勞工立委的 民進黨部分去立委 更加的荒謬的可子 我相信 你說其他立委 搞不懂 勞基法修正案的 各種問題 我們很樂意 一一慢慢再來指教 一一再慢慢來說明 但是中綁到 都當過勞工局長了 你會不知道 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嗎 你會不知道 勞基法是一些 第23條 勞工就是有這個 持久的國定假日 或是多少的勞工 之所以 休不到假 是因為你們 待呼之手 是因為你們 讓全 讓資方 可以通過 挪移國定假日的方式 來填補所謂 法定公司的落差 那難道你會不知道 今年 直施四十公尺以後 這十九年 國定假日 非放不可 這原由難道你會不清楚嗎 你作為勞工立委 你在黨內 你毫無代表勞工 你沒有幫勞工說過一句話 你們黨的立書長 洪耀福 在臉書上面 公開造謠 說這七年國定假日 早就沒在放了 你們有出來澄清過嗎 你有用你勞工專業 說一實話嗎 說真的 如果早就沒在放 你們幹嘛看 如果早就沒在放 資方幹嘛死呀 很明顯 今年以來 實施四十公尺制度 老闆再也沒有理由 不能放假 也是因為講 九二八 十月二十五 十月三十一 甚至我們眼前的十一月十二號 即管遇到假日 依勞工的規定 就是怎樣補價 因為那是勞工的國定假日 你們會知道嗎 但我們很遺憾 所謂的勞工立委 公民社會立委 都是假象 你們當作立委 也要 黨裏 資本家的利益 遠大於人民的利益 遠大於公民社會的意識 講背台的名道也太好聽喔 你們抽刀到尾 就是 打著假進步 假正運 爬上去的一群人喔 我們對於你們 感到非常可惜 今天 是你們最好一次 能夠自行 能夠獨罪的機會 假如你們在本案 當天一分鐘闖關不應該 當天一分鐘闖關 的確程序有瑕疵 我們呼籲你們要懸來熱毛 你們這些副分區立委 哪個人民的副分區選舉的選票 爬上去的立委 你們到底要尊重誰的意志齁 全體社會都在檢驗 我們一起喊齁 去看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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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這幾天 也得到一個消息 蘇家全院長說 他會在制造的時間點 來到同時 來去看看我們這些決定職的朋友 但是我跟他報告齁 我們在那邊 閒時了從11月4號到現在 11月9號 五天 閒時了113個小時 在這段期間 沒有任何的一百月 包括 蘇家全 柯借明 陳寧 吳玉琴 甚至說 不要投給他 的王英瑞 這比我講 所有的行政方園 林全 蔡英文 有任何的民意黨 這招官 簡要 來到同時 來問問 怎麼要來跟我們對話 跟他報告 但他現在只丟出一個虛惡 一張的公平位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 假使蘇家的人要來 我們歡迎他 而且他來了 你要問問一下 公平會 是不是 像剛剛講到的 應該在衛環委員會 接待招待 而不是在院會招待 我們也講問問一下 公平會 是不是應該 不是正有前提的 不是正見話法的 不是虛惡表示的 不是假造民意的 這個公平會 我們問一下 是不是非得要以坎價為前提 所以我歡迎出家人來 我們也歡迎他們 來跟我們就 是否應該坎價今天 進行對話 但我們害怕的是什麼 我們害怕的是 他來摸摸頭 然後 帶著他隨行的 記者 或甚至他自己的攝影 好了 就假造了一個 我們要摸你們的討論 夠了吧 我們要的不是這個 我們要的簡單 七天假日 勞動民友的 勞動權益 還給我們 其實到現在 非常非常的艱苦 我們最後 在這邊記者會 在一段落之前 我們最後 喊所有 剛才講民進黨 以及國民黨的委員 喊民進黨委員的時候 大喊民主支持 國民黨以時代立案委員的時候 大喊退回委員會 好 國民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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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敬寧 民主支持 吳玉琦 民主支持 江九州 民主支持 接著我要把他國民黨 其實在第二本委員的時候 大喊退回委員會 王玉民 替黃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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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拆遍截破,竟然是這個叫做格法的程序 這叫合理的程序,會更加的把台灣的民主法制 深添一樁荒謬劇 這一齣鬧劇,我們要看他,到底可以玩到什麼時候 這一齣踐踏的勞工,不惜出賣國會的尊嚴 程序的正義,這一齣鬧劇,到底可以演到什麼時候 我們在那邊繼續等候 而現在我要請現場的朋友做個動作 我們請把,後面的朋友 請把腳步調交給爵石者 然後,請五位朋友來拿起 去砍期間這樣的大牌子在爵石者的後面 來,可以低一點沒關係 低一點沒關係 對 來,距給低一點沒關係 我們這個牌子的簡單 是我們從十月 去年十月 跟成熟文部長大部 進行抗爭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來了 但是民進黨抗爭的時候 我們也不斷地重複這五個字 這個五個字 理解起來一點都不難 就像林茂林剛才講的 如果民主軍事長說 那七天下不存在 那幹嘛要談? 如果民主軍事長認為過 那七天下不存在的話 幹嘛要接受施工的施壓 施工的什麼? 施壓的 這樣我們要等於631 百年四十次 七天下就存在 這也是老公的權益 我們在我們的選擇 在舉在這邊 在慧環保委員會 在上演鬧劇的當下 我們會不斷不斷地舉在這邊 各位大家也看到了 現在飄起的戲 在我們的決職者 也會盡量在這邊堅持下去 如果我們身體有不適的話 我們會送他們回到決職棟裡面 當決職者今天在這邊 也希望讓民進黨看到 讓全臺灣人民看到 今天是民進黨而硬幹 披著都能做到這個程度的 所以我們會一直持續下去 也希望各界的朋友 發出朋友 要先來關心 先來聲援 我們這邊還口號 和osen 駢冷媛 駭持續 不留歧止 不留歧止 我們現在早上記者會先到這邊 我們會一直持續在這邊 也會一直持續的舉牌 一直到有一個具體結果下來為止 謝謝大家 然後剛結果出來 我們會在這邊開一個簡單的記者會 來說明我們的地場和我們的想法 這樣感謝大家